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 拜登以前就是参议院的外参议员 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我一直说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三把手 那最最重要的是总总统 第二是国务卿 那如果第三个有实权的 那就参议院的外委会 所以呢这个外委会里面参议员 基本上面 大家都会把他当作是 民选的职业外交官 那你像拜登这些人呢 都都一样 好那这个呃参议院外委会呢 通过的这个2021年的战略竞争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称中间就少两个字 少了中国 干嘛客气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那个名称不妨再修改一下 2021年 那呃中国战略竞争法案 或者是呢 如何打败中国法案 我觉得更符合呢 这个法案的精神 好那接下来呢 他要交付的参议院的全院表决 这个法案呢 厚达281页有五个章节 里面呢 包括了啊 那后面写的就是简单 包括了北京呢 在各个领域的这些呢问题 以及呢 以及呢处理的这些行径风格 里面呢 包括了掠夺性的经济作为 恶意的 带有恶意的影响力作战方式 还有呢发展的数位的威权 还有呢军事扩张的野心 还有呢要要呢 要对台的侵略 要呢武力呢统一了台湾的企图 还有压迫香港的新疆人权 所以我说这个法案名称就少了中国两个字 你看他里面的所有的章节 全部都冲着中国来啊 这有什么好客气 281页面从头到尾 他的战略竞争只有一个 中国 我常常用反讽的方式啦 我觉得美国常常用另外的方式 向中国致敬 就是表面上不停的在骂 骂中国 用中国人的俗话讲啊 就是闲货才是试货人 闲货才是买货人 每天都在闲中国 每天呢都都都在呢骂中国 其实呢 他才是真正喜欢中国 才是真正的真正崇拜中中国的 你看这些的参议员 这些这些老参议员 讲起中国的真的是口莫和横飞 头头是道啊 那每个人讲的都好像呢 恨不得的 明天呢就让就像中国的 中国呢就真的打进了18层地狱 中国就从地表上面消失 美国继续成为地球上毒强的国家 所谓的战略竞争法案 无非就是打败中国 让美国继续维持地球上面毒强的 没有任何国家呢 可以比中国强大 可以比美国强大 这个是美国的立国的基本精精神 你过去如果不知道 你现在就在知道 那个自由女神像背后 如果要刻个刻个解行字 就是美国永远毒八 那这种的这种的逻辑 所美国的立国精神 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国家 比美国更强大的立国精神 看到中国这样的崛起 我说2020年中国除了是 是是GDP破造的16个国家 你们唯一正成长 他是原爆国 他没有发过一毛钱 就是他不像美国大量的印钞 给老百姓去消费 中国没有 结果呢 中国的经经济到今天 不只是健康 而且还在继续的正成长 这是厉害的 你看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真正的 真正的细维数的厉害 在这种的地方 但是西方的经济学家 好像都看不懂啊 连这种的重点都点不到 好那 这个呢 这个战略战略竞争 竞争法案 无非就是要打压中国 可是 那里面也会也会也会触及到贸易 科技啊等等等等的问题 可他会发发生多大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就说中国方面的反应 因为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审议通过的这个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大陆的外交部呢 在昨天的做了回应 那这个回应呢 我记得是那个汪 汪文斌嘛 对汪文斌呢 开的记者会 好那大陆外交部说呢 这个法案通篇拿中国说 是以中国为对手 难道美国发展的目的就是在竞争中打败中国吗 汪文斌虽然是问号 但其实可以改成句号 对 他就是汪文斌问的问题就就是我刚讲的 这个法案 不是什么战略竞争法叫打败中国法 所有的条文从那两百八十几页全部都在讲 我们要怎么打败中国中国太坏了太可怕了 如果去黑中国 这美国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你有时候呢 他有时候装的人模人样 可当他的那个就说呢 意识意识形态倾恼的时候啊 他讲讲话有时候你真的除了有时候觉得好好笑 但有时候又又又觉得可悲啊 好那他要打打败中国 可是打败打败中国 美国美国现在的现在的就是说总体的GDP 大概还领先领先中国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大概达到了美国的GDP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可是中国的总人口是呢 是不是美国的四倍啊 那换掉的人均所得呢 只有只有美国的大概六六分之一 以总体国力来讲的 只讲了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是如果说是以亚太事务来来讲 那美国就不是中国对手 换掉是中国今天 作为亚亚太的亚太的强权 那个已经没有过问题 那但是如果要作为全球的跟美国竞争的强权 中国还立有未待 这个是在层次上面你必须要有的认识 不过我们呢 我们讲讲两件事 第一个就说 第一个就说好 那这个事事呢 是方方面面的敲打敲打中国 就像汪汪汪文斌讲的 就这个法案呢 严重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 渲染了中国威胁论 大肆鼓吹美国开展全面对华的战略竞争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充斥成就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观念 也反映美国的唯我独尊 容不得别的国家正常发展的霸权心态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这些话都没有问题 我提醒了三个点呢 就是第一个 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 中国今天呢 就算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 他还是会有一个2021呢 消灭中国打败中国法案 只是呢 你里面的内容呢 会改一改 不会呢 用这么有敌意冷战的攻击性的字眼 但是跟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无关 换句话说呢 今天就算强大的不是中国 如果是俄罗斯德国哪一个国家 美国对这些的竞争对手的敲打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装 只是呢 因为今天是中国 所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处理说 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国 很可怕 因为美国长时间战后的整个的宣传呢 就把共产党的腰腰 很可怕 所以呢 只要只要把他呢 把他形塑成提醒大家 共产党的可怕就就可以了 就达到黑中国的目的了 可是跟严格讲 就是跟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无关 但是跟中国强大 有很大的关联 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说 中国的强大 幸好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调查中国如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今天如果像是日本 像法国 像英国 像德国 像每一个美国所谓的盟邦 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或者像是美国所说的 是一个不管是 昂格鲁萨克逊族的同族国家 或者是民主国家 如果中国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些中国如果是澳洲 如果是 如果是印度 如果是英国 如果是德国 法国 如果是anyway任何的国家 加加拿大日本 我告诉你 他们永远没有超越中国的可能性 没超越美国的可能性 他们就是永远是美国的附庸 当美国希望很多的国家 加入自己阵营的时候 他背后真实还 当你加入我的阵营 进到我的价值体系 接受我的价值 跟跟所有的利益的分配系统之后 你就永远没有超过我的机会 你连军事上面都受我载制 你能够想象德国 英国 法国 然后然后日 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 澳洲 他有一天 他有可能国力会超过美国 不可能 他们现在跟美国结盟 就是当美国的小弟 他怎么可能会超过大哥呢 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今天之所以有机会挑战美国 就是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走出了一个不同的发展路线之后 他才产生了挑战美国的可能性 才会让美国呢 根本的焦虑 最后呢 你要知道的是 是说好 那中美之前看起来好像每天这样子 剑拔奴章的 虽然开气候峰会 风言风语的 可是呢 你看到这种的战略竞争法案 俨然就是呢 恨不得呢 就把中中 中国拆了把中国吃了 可是 第一个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美之之间的 现在要互派新大使 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什么谈 我可能互派新大使 我认为是一个 拜登上台之后 中美之之间最明显的 在降温的动作 示好的动作 不是崔天凯做的不好 而是因为崔天凯 或者是之前的 美国的驻华的大使 他都是在特朗普时代派 特朗普的时代 中美关系太糟了 因此呢 两国的大使都伤痕累累 因为大家关系很糟 大使就不算经常要出来的 吃牙裂嘴的反驳啦 出来指控啦 所以大家看到呢 对对方的 我想美国人呢 看到崔天凯的感觉不会好 因为崔天凯在过去几年 一定要捍卫中中国的立场 那一定是遍体铃伤 同样的呢 中国如果要面对呢 美国之前那个大使 那个那个川普的 那个好朋友 后来回去帮他助选了 之前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哪一周的 那那周长我我忘了 OK那那那大使 也一样 你想 你看到他会有好感吗 你看到美国的 住住住住成都 住香港总理 是你会有好 不会有好感 因为因为大家在尖锐的对抗 但是当新的政府上来了之后呢 你看到那张脸就讨厌 所以大家都把都把大使 因为双边的大使都遍体鳞伤了 所以呢都离开自己的位置 派新大使这件事情 表示中美关系要重新开始 那是一个好好兆头 就如果你认为中 不希望看到中美机器这样子逗 那准备换新大使是个好兆头 换新大使之后 有没有机会重开两个被关闭的领事馆 换新大使之后 不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吗 所以换完新大使之后 可能就是重开领事馆 休斯顿里的领事馆 成都领事馆会重开 新大使到任之后就可以留意一下 最后你要关注一下说 好那美国这种战略竞争呢 是是是是是是面面的敲打中中国 那到底有什么效果 我坦白讲 一过去紧然来讲 没有效果你你只要回到回头去看我们 今天我刚提到的今年第一季中国的 经经济层成长情况就就知道 今年第一季中国成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三 那个数字刚已经已经诠释过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中美贸易 中国的对美贸易成长了百分之六十二 百分之六十二 续创贸易顺差的新高 真是恐怖啊 他说你即使呢即使特朗普说 我是一个关税人 我是一个一个一个 我是一个关税人 我的提高关税 你回想四年前五年前的川川普提高的第一个关关税的是什么是钢跟铝 因为那时候的全世界的钢跟铝的价格便宜的不得了 那中国又又是钢的大大大国 你看到中国现在为止的澳洲的铁光沙百分之六六十都还是能到中国 那中国的是钢大国 可是你看到现在的刚刚才 暴涨 或者说呢 那个那个打击根本没有用 这个你看到呢 不停的调高关关税的两 两两两千多的多项的中美的这些的贸易产品的全部都调高关税百分之二十五 那那又怎么样 贸易还是一样啊 所有的海运的货柜都都塞的满满的 所有的海运管理是货货轮散装轮现在运家的暴涨 为什么 就是贸易仍然非常旺啊 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啊 换成那种呢 想当然对中国的打压 其实没有用他基本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将来中国如果说在贸易上面来讲开始降温了 是因为中国不想在在在当世界工厂 中国只想挑一些东西生产 不想帮大家生产这么多的东西 中国的对外贸易才会开始有降温的情况 除非中国不想当世界工厂 否则 没有降温的机会 什么样的打压都只是表面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中国是不是准备慢慢的调整自己世界工厂的生产的内容 是的 中国开始做做调整 所以我说 这个气候峰会的内容 是中国从40年量变要在走向40年 质变的过程的关键性的峰会的内容 你再看 这个峰会的内容 看习近平在峰会当中的讲话 他既有对国国际社会当中的国际转型正义的讲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用这样子一个slogan 国际转型正义 要处理过去 大航海大殖民时代 累积300年的全球分配不正义的问题 要去矫正他 中国应该 帮开发中国家讲的讲话 帮这些不结盟运动的国家的兄弟们讲话 但是最重要是中国自己要进行 质变 要告诉大家 当我不是一个美国的兄弟 当我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 我的国家的发展的形态 可以让人类看到怎么样的可能 这就是中国未来要做的 可以开始想着想像不见得成功 可是 我觉得 我乐观其成 而且成功的机会很大 而且他会让你看到 全新的风景 所以 敬佞 敬佞 V